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转眼已经四个月 欧洲议会23号举行投票 通过将乌克兰还有摩尔多瓦 列为欧盟候选国 审核还要好几年时间 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这是欧洲国家在协助乌克兰上 对俄罗斯更强烈的表态 乌克兰的东部这阵子 受到俄军的残酷攻击 最新的消息显示 美国的高机动性多火箭系统 已经运抵乌克兰 白宫宣布会再加码 4.5亿美金军援 让这次的俄乌冲突 美国提供的援助乌克兰总额 已经高达61亿美元 各国领袖排排站 欧盟27成员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举办围棋两天峰会 才登场就做出重大决议 欧洲议会23号举行投票 以529票同意压倒性通过 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列为欧盟候选国 展现欧盟在乌俄冲突下 对乌克兰团结一致的力挺决心 乌克兰在今年2月 俄罗斯发动入侵后 不到一周就申请加入欧盟 一般来说程序要花数年 甚至十年以上时间 资格包括满足一系列 政治和经济条件 还有对法治及民主的承诺 乌克兰还要采取措施 遏止国内更生蒂固的 政府腐败问题 虽然候选国还不具备保障 但此举无非是欧盟展现未来 有意深入前苏联地区 发挥影响力的企图 一旦成为会员国后 其他欧盟成员国就能根据条款规定 提供受武装侵略的国家军事协助 长远来看更大的好处是经济 欧盟拥有4.5亿美金消费者市场 从劳动力商品贸易都能自由流通 享有优惠 而乌克兰一直向往的北约 至今都没有发出邀请 主要受到乌克兰国防建设不足 边界争议 不符合北约成员国的条件 乌克兰首都基辅 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在进行 亚苏钢铁厂誓死守护的士兵遗体 好不容易可以开始辨识作业 但一个多月来的高温 让遗体腐化到难以辨认 他来寻找失踪的手足 28岁士兵沙法诺夫 但眼前这只遗体几乎只剩下白骨 最后是靠口袋中这些插话 原来沙法诺夫一直将儿子的手绘涂鸦 带在身上才顺利指认 他算是幸运 现场700具遗体中目前只辨识出200具 乌克兰官方呼吁家属 一旦发现从军家人失踪就立刻通报 先来采样DNA协助辨识 二军22号攻击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城市 查苏夫亚 民宅玻璃被大量震碎 居民只能尽力修补 但已经饱受惊吓 好消息是乌克兰期盼的高机动性多火箭系统来自美国的武器 已经抵达乌克兰 此外白宫表示还要运送一批价值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四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18艘巡逻艇 1200组榴弹发射器与大量弹药 乌克兰战争兼满四个月 国际援助主义到位 要帮助乌克兰从颓势中逆转 对抗俄罗斯 TVBS新闻综合报道